众所周知,东南亚的农产品出口,极度依赖一个国家中国,比如柬埔寨的香蕉,菲律宾的椰子,泰国的橡胶等等。 如果断开对华出口,将对其国家的贸易造成重创。 最近一直对华出口的缅甸大米,将面临巨大难题。 家里200万吨大米无处可销。 据缅华网援引缅甸之光,此前报道称,由于2018年4月1日,至2019年3月31日之间,编冒大米出口量显著下降。 从360万吨,下降到230万吨。 缅甸目前国内还剩余大米200万吨,相当于亏损了足足40多亿人民币。 为何出现这么大的滞流量呢? 缅甸向国外出口大米,有两条途径。 其中大约52的产品,是通过海运出口至其他国家。 剩下的大米,则是通过边境口岸,则出售给中国。 2019年年初,欧盟表示缅甸、柬埔寨的大米,严重冲击了当地市场。 因此取消了对缅甸、柬埔寨的大米的优惠政策,并加征关税,使得那52%的大米销量锐减。 再加上中方加强打击非法进口物资,禁止缅甸不匹、大米等一些商品,通过中缅接口岸运到中国来。 致使主要由边貌向中国输出的大米出口量,下降了一半之多。 2016年,中国允许缅甸对华出口大米10万吨。 但缅甸商家不满足于此。 逐年增加出口量。 到了去年年底,这个出口量接近百万吨。 再加上缅甸大米,利用低价策略。 这个行为变相地挤压了中国国内市场。 让中国大米销路变得堪忧。 因此限制缅甸大米的进口是被迫之举。 而在缅甸看来,倒是希望中国多进口些缅甸大米。 缅甸的184个贸易伙伴国家中, 中国与缅甸进行的贸易量最大。 达到了390亿美元。 但贸易需要尊重彼此。 缅甸不能因小失大。